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昨天 喬治亞州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舉行了一節聽證會 在聽證會上 特朗普法律團隊提交了一份證據 而我認為這份證據 可以說是截至目前為止 最令人震撼和最有力的一份物證 這份證據其實就是 喬治亞州一個票站所錄的CCTV閉路電視片段 而這條片段 剛好地 就是斷正了票站人員出述的過程 這次已經百詞莫辯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在聽證會上 旁邊特朗普的律師 Jacky Pig 是代表作弓的 根據他所說 這條CCTV的片段顯示出 在選舉當晚的10點左右 就發現了一次不尋常的事件 片段當中 有一位金法的女子 就告訴那些 票站人員 你們可以停止點票 並且你們可以收工回家 這樣 所有人包括共和黨的監票員 以及媒體的記者 都全部是清場 走光了 但是那個鏡頭偏偏就拍了 有四個人還在這個票站 繼續在這裡做點票的工作 當去到晚上大概11點 所有人都走乾走淨的時候 其中一名的票站工作人員 竟然走到台底下 拉了一個大行李出來 當這個大行李一打開 原來全部都是選票 當然這個工作人員 就拿了那堆票來點 放了那部點票機 整條片段的敘述 就到這裡 大家一聽就已經 很多問題出現了 首先那名金髮的女子 其實是票站的主管 她叫人家下班 叫人家走 趕走那些共和黨的監票員 趕走那些媒體的記者 但是走剩四個人 在這個票站裡面 繼續點票 這件事本身 根本上是意圖有東西 想隱瞞別人 如果不是你有所隱瞞的時候 你用不著趕人扯 你就任由那些共和黨人在那裡監獄 你首先就是有東西上隱瞞 這是必然的 第二件事 當那些人走完以後 你竟然在台底拿一個行李出來 然後這個行李一打開 全部都是選票 到底裏面的那些是合法的選票 還是非法的選票 照計整個場館就很大 大家上網看看那條閉路電視片段 就會看到 其實周圍還有很多的空位 那照計 如果真是這一箱 是在其他的票站 送到這個點票中心那裡 等候點票的工作 你就應該放在一些當眼的位置 無論是民主黨 還是共和黨的監票員 視線範圍都看得到 那就沒什麼好爭 偏偏就不是 鬼鬼祟祟地 就放在台底那裡 然後還要等別人扯 你才敢拿出來 究竟這箱子是何時放在台底 這件事是不是要那些票站工作人員出來自己交代 如果這一堆的選票是合法選票的話 一定可以有跡可尋 到底他是從哪一個票站那裡運送到這個點票中心 解釋不了的話 就即是這一堆票全部都是假票來的 就是晨早就整定了一堆這樣的假票 然後就塞滿了一個行李箱 擺在台底的樹 到那些人走了的時候 就拋出來了 幸好現在有個 CCTV的片段就斷正了這些傢伙的行為 如果不是 特朗普真是慘 經常被那些左媒和左膠評論員老屈 就說他提出的指控是沒有證據的 只虛烏有 這些就已經是證據了 正如朱利亞尼所說 這些證據更加是鐵證如山 特朗普對於這條CCTV片段 都作出了一些評語 他在Twitter上就這樣說 哇 好像電影大片般的聽證會 現在就正在喬治亞州的數據行 當共和黨人被迫要離開這個大型點票中心的時候 民主黨人就開始進行灌票的程序 大量的證據還在離開 但是單單是這樣的證據 已經可以令到我輕鬆地贏出這個州 從他這番的說話就可以反映出 其實特朗普仍然是對於 扭轉今屆大選的結果是充滿信心的 所以那些左媒就不要再老屈他了 一時又說 他現在就不想今屆大選了 他就想著2024怎麼來捲土重來 這樣 這些完全就是假新聞 人家還在專注 究竟怎樣來打這些官司 從州議會層次收回選舉人任命權的時候 那些媒體就開始在亂作 就老屈他了 其實特朗普真的很慘 之前就已經有很多人證出來 作供 偏偏那些左媒 那些左膠評論員一律就當看不到 現在有了片段為證 他們還可以怎樣撐下去呢 當然他們還可以硬來爭辯 他們可以說 那時候這個票站工作人員在台下拿個行李箱出來 裏面就有很多選票 你怎麼知道那些選票不是投給特朗普的呢 他們可以這樣爭辯 只是收了錢而已 很簡單而已 如果這一堆的選票 真的全部都投給特朗普的 或者這一堆的選票 就是合法選票 是legal folks來的 根本上就不需要這樣擠在台底的位置 整個票站那麼大 為什麼你要這樣擠呢 為什麼你要特地置自己在一個瓜田里下的位置呢 這些是解釋不了的 是解不通的 如果這一堆選票不是造假的時候 大可以召回那群共和黨的監票員一起看著 在台底拿這一堆東西出來 然後即場怎麼辦 那就沒得好爭辯 為什麼你不這樣做呢 反而你叫人家收工 叫人家扯 你才拿出來 是不是解釋不了 所以那群人如果再爭辯而爭辯 大家可以離棄那些人 根本上這些現在是沒得爭辯 是證據確鑿的東西 如果你問我 我就認為是 直至目前為止 最有力的物證 之前一直說 你說怎樣去德國 怎樣供了進去那個擺設器的地方 那些都是口說的 我不是說不信 但是這次有了片段的 就真的不到你不信 當然有時候有些人如果要造假的時候 往往都是會百物一疏 可能他真的沒有看清楚 原來那個位置 是有一個閉路電視的攝像頭 然後原來那個東西還在運作 沒有關機 這些東西不奇怪 周時都會出現 是不是 比如說香港這樣才算 在北區醫院那裡 在北區醫院那裡 正正就是 那裡有個閉路電視看得到 那些人都不知道 就中招了 所以現在這個也是 都是中招的 難道你又說 這些片段是假的 是後製的 沒得假的 那個金法的 票站主管 那麼突出的那個形象 一定找得到他是誰 對不對 這件事就引伸到下一個話題 既然出現了這麼確實的證據 到底司法部在做什麼 所以大家應該會理解到 為什麼特朗普經常會批評 司法部長巴爾 是不作為 因為他事實上 就是不作為 你看見有這麼確實的證據 竟然都不去主動了解調查 那你在做什麼 特朗普現在又再批評巴爾 他說 巴爾應該會看到 現在在喬治亞州參議院所提交的證據 但是至今 仍然都沒有做到任何的事情 老實說 巴爾和司法部 看來就真的不是太過努力了 令人相當失望 我認同特朗普這個意見 根本上那些人就是不做事 根本上這個巴爾就不是忠臣 他其實就是以前老布殊那時候 都做過司法部長 他就是老布殊的家臣 大家都知道 布殊的系統就是不妥特朗普的 想特朗普收檔很久 所以這個巴爾根本上 就不是對特朗普很忠心 我看來就是這樣 尤其是 別人叫他調查奧巴馬 他不知道調查到哪裡 那時候這些選舉舞弊行為 他也是不調查的 那你到底在做什麼 是不是 FBI和CIA不要說 是不是 你司法部都變成了獨立王國 所以特朗普就真的很慘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條片段已經放了出來 差不多半天了 那些主流媒體開始報導了沒有 不說的 臭屎密蓋 沒眼屎乾淨 盲看不到算數 不要做媒體 是不是 還有 我周時看到 有些反特朗普的人士 就 無論特朗普陣營提出什麼證據 他們總是不看的 這次這條片是有跟有強的 麻煩真是打開那個深眼看清楚 你支持哪一個候選人 其實都是後話 選舉結果 是重要 但是維護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民主選舉制度 是更加之重要的 選舉就是一時的 那個制度才是永恆的 萬一這個制度是被破壞了的時候 你今天就恨恨然看到特朗普 你因為不支持他 你討厭他 所以你就覺得他該死的 這些什麼選舉舞弊行為 就說知他 但是最終受害的 遲早有一天肯定是你自己 是會吃回這個苦果的 這一套的制度是不容破壞的 一旦是開了個頭的時候 這一套的制度 只會繼續崩潰下去 就不會說去到一個點 就是當沒事發生過 破壞容易就建設難 所以無論是什麼陣營的人都好 其實都很應該就這些選舉舞弊的行為發聲 換轉在香港 如果那些票站是這樣的操作 那些這樣的評論員走出來嘀嘎鬼叫 為什麼現在 這個場景搬到美國的時候 有些本地評論員是可以 當沒事發生一樣 當沒有問題一樣 其實說到維護公平選舉 就真的是無分陣營 不要說因為你現在支持拜登 因為他在那個所謂的普選票上 就叫做領先 就可以對於這一切的事事而不見 下次用回這一套Dominion投票系統 分分鐘到你支持的候選人 又是遭到同一個的後果 好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